看一下兒子回美國了還好嗎 回去OK啊 我寫信給學校啊 對啊 路西派啊 有個小黃霸彈沒關係 這個 Berkeley是全世界最好的音樂學校 其實你們也算發揚光 他應該路西派 所以你們學校變更有名 孩子犯了這些愚蠢的錯誤 給他機會去改過 我寫了這個信息 我的意思就是說 沒關係 將來有一天Berkeley 他會對全世界說 我們學校有一個校友 叫做路西派 對 人家學校如果不要我們回來啊 對不對 考得上比較重要嘛 證明你考得上 他的鋼琴又是第一年的 這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回來的話 爸爸也會安慰他 因為爸爸也沒有任何一個學校畢業 這國好對不對 課哨機球嘛 爸爸都畢不了業 兒子也不用畢業 OK的 憲憲哥先寫信打預防針而已 也不是打預防針 還沒有寫還沒有去之前我們就講了 你不一定要畢業 因為很多教育都是限制了孩子的成長 笨蛋來讀那麼多書 對不對 你自己 私底下不能充實嘛 你一定要 在 學校裡面才可以 對啊 因為 我們也是雜學家 學了很多東西 然後 未必一定要在課本裡面去學習 對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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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